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番茄燉牛肉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有什麼材料 第一個 番茄 我今天選用的是 牛番茄 然後再來是 紅蘿蔔 再來是這個 不帶油花的牛肉 再來是花椒粒 以及 八角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準備材料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把這個 番茄切成 小塊狀 然後 胡蘿蔔 大概切成比較大的塊狀 那 牛肉也要把它切成大概 兩公分厚的這個 一塊一塊的塊狀 那等一下比較好炒 現在準備材料 OK 我們現在的材料已經準備了 我們來看一下 牛番茄四顆 切成小塊 大概這樣子 然後 胡蘿蔔一條 切成長段 牛肉大概 一斤多 大概700公克左右吧 切成這麼大塊 大概 三公分 三公分 三公分左右 這個 立方的大小 OK 那現在 我這個鍋子 已經用小火 預熱一段時間了 那我現在加入油 加點油 加點油 OK 好 那 我把這個鍋子搖一搖 讓那個油平均的 吃到全部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先把這個牛肉加進去 把它炒一炒 快速把表面 把它炒熟 把這個 收乾 這鍋子有點腳 所以可以讓它稍微 煎一下之後再翻 煎一下之後再翻 那持續翻一下 大概到表面都熟為止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等它一下子 好 現在經過這個 稍微煮一下子 翻煮之後 它這個 表面大罐都已經熟了 好 那我現在呢 現在我要加點這個 八角進去 八角魚乾辣椒 我要加一點 對底下 OK 加到裡面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加點白蘭蒂 來把這個 牛肉味道蓋過去 好 大概這樣就夠了 弄太多 那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是完全不加水的 用番茄的 流出來的汁來煮 所以接下來要再加番茄 那 紅蘿蔔呢 我想要把它加在這上面 好 加這個時候呢 就只要 把蓋子蓋上 好 然後 繼續 用中火 在它煮 把它燜到爛 這樣就可以了 那中間可以 多次把它打開 稍微 攪拌 這樣子 但是不要攪太大力 不要把蔬菜跟牛肉攪壞 好 那我們待會兒再回來看 好 現在大概經過了 40分鐘的 小火燜煮 我們把它打開 看 看變什麼樣子 預備 開蓋 哇 東西都已經熟透了 火燜煮 火燜煮 已經變成這個帶金黃的紅色 我們要看底下的肉 變怎麼樣 看起來應該也差不多爛了 好 那 待會就可以來試試看看了 這就是今天的 番茄 红烧牛肉